有 在這裡 就是這個 難怪我去年會一直念念不忘這個味道 女子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女子雄 今天天氣爆炸好的 前陣子都是陰天 本來就嚇你真的是超難過 那今天趁著這個好天氣呢 要帶大家一起去 Lowson 就是便利超商 因為它現在跟八天堂聯名推出了一款 水果三明治 我之前已經吃過了 我大概在一兩年前吧 真的是超級好吃 念念不忘 所以今天就特別要去買 那八天堂它其實是 創業於昭和八年的一個老字號商店 那它最有名的是一個奶油麵包吧 我記得它在台灣有分店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那它這次這個水果三明治呢 到底有多好吃 今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我這次還帶了這個 是不是超可愛 它其實是迪士尼35週年的時候的一個袋子 然後這邊是它那個時候 Snow Snow的一個米漆 它裡面的話是那種 有保溫的功能 所以我就帶這個 欸 等一下 後面有一點開的櫻花 好期待喔 今年的櫻花季 我們已經到了Lowson 那我現在先進去看一下 有沒有八天堂的那個水果三明治 賣完了 完蛋 怎麼辦 怎麼辦 第一針就沒有 前面這邊有一棵櫻花樹 開得好像不錯 我們去看一下 搶先欣賞一下櫻花 超可愛的 是淡淡的粉紅色 好好好 我們先趕快去買八天堂的 那顆水果三明治 第二間的Lowson 米奇 你覺得會有嗎 我找啊 這間也沒有 再去第三間Lowson的路上 這邊有一棵白色的 應該是櫻花吧 對 它是白色的櫻花 所以是因為特別要讓我看櫻花 所以才一直找不到八天堂的那個三明治 天啊 大家覺得這間會有嗎 第三間囉 有 在這裡 就是這個 哇糟糕 它只剩下一種口味 它應該還有一個綜合水果的 沒關係 先買 先買 這個是新的商品 我也滿有興趣的 也一起買 耶 第三間終於買到了 怎麼辦 還差一個口味 我再跑幾間看看好了 第四間Lowson 這間也沒有 它只有一般的 這個是第五間Lowson 也是最後一間 因為這邊真的已經是非常遠了 如果再沒有的話就直接回家 啊 糟糕 它也是這個的 好吧 算了 哇 發現這個 買一個這個 有料就在嗎 超好笑的 剛剛出來的時候 他有給我這個coupon的券 結果我不知道 我就直接走掉了 他還把我叫回去 好啦 那我們現在先去搭車回家 糟糕了 第六間 好 結帳了 我們現在就先來介紹一下今天買了什麼東西 第一個就是這個 八天堂煎製的水果卡士達三明治 耶 早上買到 然後這個的話是 一樣是八天堂煎製的 草莓卡士達三明治 呵呵 然後這個 這個還滿特別的 這是我自己想吃看看的 這我之前沒吃過 它是一個草莓加新的起司餅乾吧 應該是這樣子 等一下再來研究 然後這個 第二份呢 是台灣口味的炸雞排 哈哈 這是Lawson的炸雞 應該很多人來日本都會去吃吧 就是還滿好吃的 那它馬上從去年就是有推出 台灣口味的炸雞 然後呢 吃了真的是有瞬間回到台灣的感覺 哈囉 欸 大家有聞到台灣香雞排的味道 呵呵呵 我真的是已經聞到 好香喔 它這個皮啊 是有用一個地瓜粉的 所以說吃起來 真的會有台灣那種炸雞的感覺 可是可能因為 因為我走太久 所以它外面這個已經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酥脆 所以我上次有去中華街吃那個 紅冰炸雞排 大家有看那個嗎 那個就真的是 表皮非常的酥 然後裡面也是台灣的味道 那它這個味道其實我覺得 差不多 就是都有那個台灣炸雞排的味道 但是它的皮就是 呵呵 輸給紅冰炸雞排那個 紅冰炸雞排那個 畢竟還是現炸的 嗯 讓大家近看一下 呵呵 它裡面是長這樣子 它的厚度其實就是 薄薄的啦 正常正常 接下來 這一個 卡士達草莓三明治 這個是八天堂一起煎治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 先來拆開 而且它剛好有兩個 另外一半可以留給三美先生吃 哇 有沒有療癒 把它拿出來 裸體了裸體了 等一下喔 大家看一下它大概是這樣子 它裡面的話是那種 黃色的卡士達內餡 是喔 我有兩張一顆草莓 就是這個卡士達 超好吃的 它這個卡士達就是 完全不會太甜 然後也不會太奶油之類的 它這個其實是有跟 鮮奶油一起下去混的 卡士達加鮮奶油 我覺得我很喜歡它這種 很清爽的卡士達醬 它下面還有一個半顆的草莓 不過我剛才想說它的草莓 如果只有上面那個四分之一嗎 還是一半 就有點太少了 嗯 冷不吃 難怪我去年會一直念念不忘這個味道 嗯 或者是前年 總之它這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就是 之前吃過一次就覺得很好吃 不過因為 它價錢有點貴 盤數的話是三四八日幣 所以我記得我之前吃的時候 我只有買過一次而已 然後我就很後悔 因為我覺得 太好吃了 結果好險它現在就是又復刻復刻 接著吃綜合水果 它比較貴一點 它是368日幣 黃桃 奇異果 草莓 就有三種不同的水果 然後一樣是同樣的卡士達 好 我們先來吃 YA 菜包裝 超多水果的 欸 這個真的比較漂亮 難怪會大家都買這個 因為它的顏色就是 嗯 它顏色拍起來就是比較漂亮 第一口應該會先吃到黃桃 嗯 它就是那種 嗯 嗯 果凍裡面那種黃桃罐 你投的那個 那種水果 第二口是草莓 呵呵 喔 喔 欸 這後面真的還有一顆草莓 嗯 最後是奇異果 奇異果 喔 呵呵 奇異果的味道蹦出來了 嗯 它的奶油口感真的很滑順耶 我真的很喜歡它這個奶油 我真的如果 你剛好在日本的話也可以試一下 不過我自己其實沒有吃過八戀堂 本人 呵呵 對 我都吃它這個副產品 但是沒有吃過他們實體店面真的賣的那種八戀堂麵包 我覺得下次就試一下好了 登 草莓奶油夾心餅乾 嘿 喔 大家看一下它的斷面 我就是看到它這個斷面才買的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草莓的那個顏色看起來就很濃郁 它裡面的話是用北海道發酵的起司 然後加草莓醬下去做的 吃囉 嗯 好軟喔 嗯 它裡面有買那個 應該是蔓越莓的那種果乾類的東西 所以說它吃起來的話 裡面會嚼得到一些果肉 嗯 還滿好吃的 我覺得它這個還滿好吃 等一下怎麼辦 剛剛這個的味道完全就是 沒有這個來來這麼重 這個的味道是最濃郁的 我覺得這兩個很清爽 好久我先吃八天堂系列 這個的話呢 真的很濃郁欸 我再吃一口 我這邊有那個蔓越莓果乾 有點蹦出來 它裡面真的有起司香 然後有草莓醬香 然後還有蔓越莓的果肉 大家有吃過那個北海道一個土產嘛 叫六花蹄 它那個餅乾的話跟這個比起來 就是這個比較酥脆一點 對 但是它沒有到很脆啦 因為畢竟它是冰在那個冷藏的地方嘛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的話就是很香 然後有上次有點脆脆 它上次可能有刷一些東西還是怎樣 總之這個還滿好吃 但沒有到千層的地方 它就是餅乾 OK 那今天LOSEN的四季大會 就到這邊結束了耶 真的是超開心的 就是有美食可以吃 只是說今天買這些美食 花了我好幾個小時 在太陽底下就是走路 結果沒想到吃這個東西 只花了大概有10分鐘 這真的是很不成比例耶 不過沒關係啦 就是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日本的美食 那這幾樣有鹹的有甜的 基本上我的分數都在4.5顆星以上 非常OK 非常OK 尤其是這個我真的是期待它很久 它從3月9號開始賣 所以如果你剛好在日本的話呢 可以加進腳步去買來吃吃看看 那如果你有喜歡哪一樣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囉 那很開心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些 便宜超商美食 以後可能也會拍一些類似的題材這樣子 好 那我是女子熊 會分享一些在日本的生活日常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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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北先生的甜點餐盒 哇 近拍一下 超可愛的